Bring the man YES 哈囉我江江 現在趕快訂閱我的頻道 並且按下小鈴鐺喔 今天陳老闆呢 跟大家介紹這台到齊挑戰者 我們現在烤漆的這個 車身呢是黑色的 上面還有這個 算是紅色的塗裝吧 那都來看一下他的外觀喔 喜歡嗎 好啦陳老闆帶大家去看一下的 算是修車廠吧 你這邊不遠啊 一公里左右吧 看一下內裝的部分 面板 ㄟ 不是超級的帥啊 蛤 我這邊要在這個路口的地方右轉一下 在前面不遠的地方可以看到 我們到了我們的這個改裝場 可以看到旁邊還有這個Bodyguard在 在跟這個人講話 他是因為沒有收到邀請卡進來的嗎 對我們還有這個警犬在門口 然後 不好意思啊撞到你 然後這邊是這個 報廢的車輛發的陣 還有一些 反正是顧客吧還是 居然站在這邊 然後 在 進去的方向呢 因為我們現在把這個 牆壁都拆掉 因為我覺得這樣子燈光可以直接照進來 沒有屋頂 那我們門口呢 一樣會有一些 客人送過來的一些改裝汽車 需要做改裝的 那這個藍寶Jenny 這好像是那個潛水那台車吧 撞爛 還有 他們還有那個彈孔 我們會再找時間幫他整修一下 然後這邊呢 會有 我的工作人員呢 在做一些整修的部分 我是不是這台 另外一台到期 黑色的 這是我們的客戶接洽室啊 這邊會有一些 日本的沙發跟桌子 還有電腦椅 那我們有接洽小姐在跟這個客戶在談事情 後面還有咖啡機啊 然後飛鏢的 這邊是我們所有的 那個輪框會在這裡 這台是我們的3D烈飲 我們的 汽車零件呢 都是透過他來製作的 要這CNC車床啊 鑽孔啊 一些儀器啊 然後這兩台 是到期 然後我們現在在測試他的一些性能 然後我們下面有一些漩渦碼台來製作 來測試他的儀器啊 然後我們這邊還有這個可以看到這個 這個 我們可以看到到期他實際的狀況 然後我們這邊有技術人員 好他還要跳他的舞 因為我們這邊左邊呢是所有 動過來的車廠的樣品 可以看到各種不同的樣品車輛 那我們的這個 餐館人員呢正在進行的盤點 那 再稍微看一下 這裡是我們的工作間 然後 那個老兄不知道在焊接什麼 他是在焊接這個 磚孔機嗎 是 不知道什麼 啊他好像壞掉啊 在修他這樣 OK 然後 我們就實際測試一下這台車的性能好了 好吧 我們來測試一下這台車的性能喔 看一下他大燈打開可以兩段式 中間那個燈有點太明顯 應該是燈場了 我們來直線測試一下 不好意思上台下喔 測試一下這台車的速度 160 170 200 218 530 差不多到240喔 哎呦啊 250了 再來再來 有機會破300嗎 快點 看來極限是255 油門已經踩到底了 準備上去囉 有機會通過嗎 哇~~翻了翻了 等一下陳老闆罵髒話 加速 等一下這方向我又反了 衝啊衝啊 230240 彈起來了 我發現前面還有漩渦 漩渦嗎 感覺轉得很快耶 這有機會過嗎 哇~~ 過過過過 喔喔喔喔喔喔喔 過了 天啊 260 哇~~ 居然沒事耶 還有個小型的漩渦在 飛過去 哇 這樣也可以撞到 彈出來了 不過車子還蠻耐撞的 來陳老闆上車 直接下去 打滑打滑 等一下 等一下 來再來 居然沒事 是不是 超級順的啊 一副周刃發的樣子 車子決定要炸一下 對不對